戴帽子休閒裝扮 他是毆打Toys的網紅超哥 焦寶隔天被民眾目擊現身機場 一早接到記者電話 玩具受訪 直說四小時後才有空 而他臉書最新貼文 定下海鮮餐廳新店規 可接受善意評論 不歡迎奧客 可免費招待鐵拳吃到飽 歡迎狗跟貓 但不歡迎Toys 依舊超派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右手邊是我的好朋友敏森 日前他一元同框拍美食的影片被翻出 導致議員臉書被灌爆 被質疑挺黑道 超哥發文反擊 說如果我真的是黑道就好了 Toys就不敢上門砸場 最後hashtag他的經典名言 超派鐵拳 一時失慮之下 所以我就用我超派鐵拳 中了他一頓 由於Toys製作筆錄時表示 不止一人打他 警方待會監視器 發現現場有八男一女 有的是員工 有的是客人 超哥揮拳當下 一名黑衣男也不踹了一腳 身份被查出是29歲的零姓員工 派出所所長21號晚間親自打給他 說現在只差你一個道案 要不要過來說明 對方說晚點回覆 兩小時後打來 請求22號晚間再說明 警方同意 表示若敢晃點 將發通知書 不到就會拘提 使用暴力本然就是不對的 不好意思 那我會負起相關的法律責任 被提告多項罪名 其中殺人未遂罪是10年以上重罪 構成要件必須是有 置人於死的犯意 有律師認為超哥沒拿武器 沒有殺人意圖 難構成殺人未遂 但把人打得頭破血流 傷害最穩重 能否獲得輕判一顆罰金 得看事後是否認罪和解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當然犯後態度也會是考量重點